今天就來講一下皮膚癌的早期或前期的病徵 這些病徵有時就很隱悔 它也未必會引起什麼不舒服 有些時候你以為皮膚有點紅或者有點乾 很多人都會忽略了它 慢慢有它的話就不幸運 終於有一天就會變成癌症 第一種就叫做Athinic Keratosis Athinic Keratosis 它就譯做日光性角化病 這些很巧合 其實這個意思都很簡單 就是說它跟太陽曬得緊要有關係 其實很多皮膚癌症都是跟曬太陽有關係 因為那些高能量的紫外光 就破壞了皮膚細胞的DNA 令到它在複製的時候產生問題 就形成癌症 這個Athinic Keratosis 也是這樣的原理 所以它通常 就最常見 就是暴露在陽光底下的皮膚 比如說頭、臉、鼻、嘴唇、耳朵 也有很多 手背也有很多 它是有小小小的 好像脫脫皮的 乾乾的地方 可能是好幾塊的 或者是一堆的 尤其是在額頭的 暴露在陽光底下的地方 有時候看都很難看 你摸下去就覺得它是厚了 乾、脫皮 通常年紀大的人 就比較多一些 如果大家皮膚有這樣的變化 它也是暴露在陽光底下的地方 你就要小心一點 始終這些 它一部分就會變成真正的癌症 它未必是個個都會 但是有這樣的風險 如果早些發覺的話 可以有些簡單的方法 就處理它 那就不會形成更大的問題 第二種我們叫Bowen's disease Bowen's disease 其實就是皮膚在上皮層 即是皮膚最表層的細胞 有些病變 開始就變成癌症 它就只是局限在上皮層 即是皮膚最外面那一層 它就沒有侵入深一點的 譬如真皮那些地方 只是局限在上皮層 某程度來說 你可以當它是一些原位癌 即是完全沒有轉移的現象 就是比較輕微一些 但是它也是影響了上皮層 那這種呢 就跟剛才說的Atenoclerotosis 就不同了 就比較大一些 還有Bowen's disease 多數是一些紅紅的 橙橙的 顏色的 通常有個邊界 直接你看到它有些厚了 有個邊界 那個邊界就不會說圓地道路 通常都是比較不規則 好像地圖那樣的 它跟Atenoclerotosis 有一樣東西是真的類似的 就是兩樣都是有些銀舌 就是叫做 有些脫脫皮的狀態 就是表面好像有些厚了的皮 有些會脫出來 Bowen's disease 有時非常之像什麼呢 非常之像銀舌病 就是牛皮癡 牛皮癡 又是厚了 紅了 還有脫皮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就是說 如果是銀舌病 就是牛皮癡 牛皮癡 多數在身體兩邊對稱的地方都有 比如說 最典型就是 手肘外面 手肘外面 兩邊都有 兩邊對稱 但如果Bowen's disease 它多數是一疊 一樣就是一些陽光暴露底下的地方 就比較多 其實是下肢最多的 就是說 在上5吋下5吋那些位置 女性就比較多些 什麼年紀都有的 其實就 所以大家小腿上高 或者上5吋下5吋那些位置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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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慢慢就會變成癌症 那時候的治療就會麻煩很多 以上講的這種 就是Atenoclerotosis 就是日光性角化病 和Bowen's disease 包括痕氏病 這兩種癌症前期的病 都跟陽光曬得太厲害 很有關係 如果你做的工作 就是經常會曬得很厲害 那就要特別小心 第二件事就是這些病 凡是抵抗力弱的人 就容易起 原理就是因為DNA受損 就是說免疫系統不只是打COVID病毒 免疫系統都負責修補一些破壞 即被陽光破壞了的DNA 如果你本身是抵抗力弱的 或者你吃的藥是令你抵抗力弱的 比如說有些人本身有些免疫系統的病 有HIV 或者有些人吃抗癌藥 就能壓抑到免疫系統的話 容易有以上兩種癌症前期的變化 如果你真的有這些病 你偶爾就要自己看看皮膚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第三件事其實不是在皮膚 最常是在口腔 這種就叫做口腔白斑病 或者口腔白斑症 就是說口腔裡無緣無故有一塊地方 就變厚了變白了 通常邊界都很清晰 有一塊白色的舌頭 或者口腔那裡最多 尤其是多是吃煙的人 尤其是多 喝酒的人都多了 吃煙的人有這個口腔白斑病 比普通人多6倍 吃煙多的話 偶爾都要檢查口腔裡 一般普通的飛脂那些 兩個星期之內應該怎樣都好 如果超過兩個星期都不好的話 還有一塊白色的東西 最好找醫生看看 檢查一下它 便安全一點 它有時候未必真的 是這種後腔白斑 或者癌症前期的病 有時候有些是黏珠菌感染 有時候都是白色的 那些通常滴藥水 過了一陣子便會痊癒了 但總之如果你看了醫生 用了藥 過了一段時間 那個白斑都沒有好 那就一定要跟醫生說聲 做一些檢查 因為一部分 它就會變成癌症 剛才說這幾種病 基本上如果你早期發現的話 它也有很多好的治療方法 就可以把這些壞的組織清除 有時候未必一定要做手術 有時候是調查一些東西 有時候可能做一些很小的手術 就這樣刮掉那層東西 那就已經OK了 不過有些都是會翻法的 還有尤其皮膚的問題 比如有過Bovens disease 或者有Athinic keratosis 如果有過這些病的話 醫好了也好 其實你有其他皮膚癌症的機會 都是大了 凡有過這些皮膚癌症 前期的問題的話 偶爾也要看看皮膚有沒有變化 今天就講到這裡 記得留言 點讚 訂閱 還有按下小鈴鐺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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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